面花 既是雕塑作品 也是一道美食 面花 在寒冷的冬天依然盛开 面花素作艺术 主要流行在中国北方地区 与当地劳动人民的饮食 习俗息息相关 在中国古代 人们把面团做成各色动物 花卉 代替真正的动物 供奉祖先和神明 后来 面花制品越来越丰富 兼具了食用与观赏的多种功能 逐渐在传统佳节 婚丧嫁娶等场合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面花素品大到三五斤 小到三五寸 造型风格上贴近百姓生活 捏至石榴 莲花 桃子等喜庆形状的面花 是许多地区春节期间的保留节目 还有的面花会做成京剧莲谱的样式 小小面团摇身一变 粉末登场 成为生 淡 静 末 丑等戏曲角色 制作面花的工具 同样来源于生活 锥子 梳子 等器物 都可以用来压出点 线 成就京巧的文士 各地 丰土人情不同 面花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比如工艺复杂 制作精巧的黄莲面花 简单大方 追求写意的新匠面花 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狼庄面花 中国北方的民间艺术家们 用一双巧手 诉说着他们所热爱的家乡与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